沙漠连续七天的隐藏任务 最后一天奖励特别丰厚 总共能拿330元石 第一天流放者萌芽来到阿如村 这边会有感叹号的提示 找到赛巴 帮他用草种子给这些花施肥 然后完成任务获得30元石 第二天我们继续回来同样的地方 找到赛巴 对话之后获得一个须弥强威 然后我们同时获得30元石 这个时候继续对话给他一个强威 他会提示在村子的北面 还有一个老爷爷 这个时候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到村子的北边 找到这个老爷爷阿凡 对话之后开启献给某人的强威 第一次的任务 阿凡让我们来清理西边的一块苗圃 然后他会种下10种子 我们获得40元石 记得在获得元石后找阿凡对话 第三天回来这边找阿凡对话 同时给石头种子浇水 获得30元石 每天获得元石之后 记得要再对话一下 我这边第三天的时候没对 所以第四天的时候 需要过来对话之后 然后再立马开启第四天的任务 同样是浇水 浇完水之后获得元石 然后这个时候和阿凡对话会有提示 记得这两个选项都要选一遍 我这边只选了一个 然后回来找赛巴 这边会有一个新的对话 点了对话之后 是邀请赛巴过去帮助阿凡 然后回来我们把第二个选项选一遍 这个时候赛巴才会到阿凡的身边 才能触发后续的任务 然后第五天任务开启 和他们两个对话 打碎三个石头花 用草元素给他们施肥 完成今天任务获得30元石 第六天继续回来对话 这个时候金色的蔷薇绽放开来了 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个成就和30元石 但是第六天并不是任务的终结 这个时候当天我们继续做后续 找四个石种子 图上标了他们的地方 首先碧阳之秋南北各一个 这边加速带跑 因为石种子的话会藏在沙漠的这个仙长附近 颜色比较不好找 所以带跑能帮大家迅速找到石种子的位置 碧阳之秋南部的这个较远 同样也是在仙人掌中间 然后我们回到保影之秋右上方的传送点 转身往地图标了一个锄头的这个位置走 在遗迹前方的这个仙人掌边上 第三个种子 最后一个在地图左上角的秘境 出来之后往下走一些 回到图示的传送点 我们来到村子左边的这个苗圃 之前我们来过 清理完之后 把刚才拿到的四个种子种下三个 其中一个咱留着做纪念吧 然后第七天回来之后 先用草原树给施肥 会进入三次的黑屏动画 这时候金色蔷薇长出来了 我们回到村子里找阿凡 最后一天的奖励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厚 记得一定要跟阿凡对话三次 告诉他种出了三个金色蔷薇的花苗 每一次可以获得30元石 最后三次结束之后 还会额外赠送20元石 加一个层哥湖的摆件 整个七天的连续任务 最后是一共拿330元石 还是奖励非常丰厚的 每天花的时间也比较少 小伙伴们别忘了做这个连续任务 好了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下期视频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